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野蛮人的流派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流派非常适合打PVP 那PVE的话当然也是可以 今天的影片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使用的一些心得 以及它的一些技能搭配到底该怎么用 那我的频道呢 日后也会更新很多关于暗黑不朽的相关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觉得影片做得不错 除了可以帮我点个赞 那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给我一点鼓励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所以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流派 就叫做狂怒割血流哦 那为什么要叫做狂怒割血流呢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流派最主要的一个装备技能呢 就是这个狂战之怒 再来他一定要搭配的主攻呢 是割裂哦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要叫做狂怒割血流哦 原因是因为割裂他的效果就是可以回血 所以这个这个流派他非常猛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能已经快要没血了 但打一打血可能又回过来咯 那等等会跟大家细谈 这个我的装备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使用这个流派 打PVP跟PVE的一些精华影片吧 本温客 itu請给大家 Gon 好 吗 我们要求助力 我们要求助力 那你 Enterprise 在家 substance 我是 networks 都有道具 我们要求是你的项孽 好 所以這個流派的話 我個人覺得其實是非常的暴力 那大家可以參考我的這個技能搭配法 我主攻一定是搭配割裂的 那再來你是可能可以再搭配 衝刺跟狂暴衝鋒 那當然我覺得你要搭配狂暴衝鋒 有一個前提啦 就是你的這個褲子 褲子一定要有是這個絕情猛攻的效果 那絕情猛攻的效果呢 其實是野蠻人一個很好的控場技能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我剛才的影片呢 其實你可以靠他在PVE或是PVP的場合呢 把對方先彈起來 彈起來的時候馬上你可以接一下割裂的主攻 馬上可能可以A到兩三次等等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最主要的核心技能呢 就是狂戰士之怒 狂戰之怒 那這個的話他其實非常猛 他可能可以加你的攻速 那如果你有其他主要的武器的搭配的話 他可以加你的一個暴擊傷害喔 那加暴擊率或暴擊傷害的話 更猛了就是你可能沒有辦法打別人幾下 可是你每一下都是超級重擊喔 那我現在的這個搭配方式呢 是比較屬於PVE的一個打法 所以我帶的是懸風斬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打的是PVP的話 我會建議你把懸風斬換成這個 不滅之火 讓你的在場的一些蓄存力 會更加的提高 所以你可以把不滅之火跟懸方轉做個調換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個五星的寶石呢 就是鳳凰魚鏡喔 那鳳凰魚鏡的效果就是可以讓你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野蠻的不滅之火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五星的寶石的話呢 那我就會個人建議你 就是可以再把懸風斬帶回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流派的一個核心裝備喔 我覺得這個流派之所以會強喔 他的核心裝備就是這個武器喔 這個武器的話叫做獵體施養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打到這個傳奇裝備的話 我覺得這個流派的效果會有點打折扣喔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效果 他的效果是割裂會造成流血效果 在3秒內會觸發將近就是3000點的一個傷害喔 那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情喔 這個效果的話 他不是看機率性的 他是你只要打到敵人呢 就一定會觸發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傳奇裝備會是這個割裂流呢 主要的一個裝備喔 你打別人 那他是就算他跑遠了 有可能他跑一跑之後就死掉了 喔那接下來的話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推薦大家可以裝的啦 就是這個喔 這我的副手的話叫做破碎靈魂 那他的效果的話就是狂戰之怒會提高暴擊機率 而非攻擊速度喔 所以等於說你接下來打的敵人的每一下主攻 可能都是暴擊滿滿的傷害送給他喔 我覺得這兩個會是這個流派最主要的一個招的一個裝備啦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我覺得可以再看大家來做個隨意的一個搭配喔 那其他的裝備的話我個人喔給大家看一下我會推薦你們可能可以在頭的部分喔 其他部分可以怎麼搭 那頭的部分呢我目前搭的是這個狂戰士的理智喔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使用的話他可以解除一切的控場效果 打PVP的時候非常好用 因為控場效果很多的像法師的黑洞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東西都會忘你被定住了 但只要開這招開下了你的狂戰之怒馬上驅散 所以這個頭盔我覺得蠻好用的 那再來是很適合這個流派的喔 就是這個衛部精湛喔 他可以讓你就是開啟不滅怒火的時候呢 你的移動速度提高50% 等於說你馬上獲得一個免費的一個衝鋒喔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也可以搭配 如果說你比較怕死的話喔可以用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流派要到最暴力的話就是這個喔 那不過這個傳奇裝我還沒有打到 如果只有打到我一定會改裝這個喔 就是這個延續仇恨喔 他可以讓你的狂戰之怒呢持續時間延長30% 所以這個頭盔我覺得是這個流派 非常也是關鍵的一個頭盔 所以這三個頭盔大概是我覺得很適合這個流派的 那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肩甲 肩甲的部分的話我們目前裝的是這個風暴前戲喔 他就是可以讓狂戰之怒的冷卻時間縮短 那你也可以搭配的就是 啟動這個驚恐末日 這個是新的一個武器喔 就是啟動狂戰之怒呢會立即使附近的敵人移動速度降低 我覺得這個也會是這個流派喔 非常好用的一個肩甲 OK 那再來看一下胸甲的部分的話 胸甲的部分我覺得啦 這個流派如果是打PVP的話 打PVP的話 這個的話會是一個非常強的裝備喔 他是啟動狂暴衝鋒之後呢 你的傷害提高10% 哇超級猛 那你有可能打一兩下就直接秒掉一個人喔 脆皮的喔像獸魔獵人法師喔 可能你開了這一招喔 一兩下就可以秒掉他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我剛剛講的鳳凰魚鏡 或是你要打PV1的話 那目前的話啦我覺得因為有旋風斬嘛 所以旋風斬的話還是搭配這個巨怪喔 會蠻好用的 因為你轉一轉把別人鋸過來之後 你可能可以再用你的這個狂暴衝鋒 去撞他一下他就飛起來喔 所以用這個巨怪喔也會蠻好用的 那褲子的話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打到這個關鍵的裝備啦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 使用單純用衝刺的時候呢 還算堪用這個流派其實還OK 那當然喔這個流派最主要的就是這個啦 尖利怒氣喔 他可以讓你的狂暴衝鋒變成一個控場技能喔 你衝過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被你撞到的都會被你頂起來 頂起來的時候呢 你在接主攻 基本上一定可以A到1到2次沒有問題喔 那脆皮的人被你A兩次 如果你這時候又開個狂怒 他可能就已經要GG了 他可能就已經要GG了 好那主手武器喔 剛剛大概有跟大家介紹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個啦 割裂造成流血的效果 所以如果說沒有這個主要的武器呢 這個流派會打折扣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這個主要武器 因為其實這個流派會主要很靠你的主攻的攻擊喔 那副手武器的話 我目前的話搭配的是這個啦 狂戰之怒呢 會提高這個暴擊率 而非攻擊速度 我覺得也非常好用喔 你開一下狂戰之怒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大概是5秒鐘就秒一個人 所以脆皮的人呢 非常會怕你的這個攻擊喔 他們都會躲得遠遠的 那其他的副手的話呢 我就覺得都還好 那不過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也還沒打到這個 我一開始的時候是裝這個 先祖之錘這個緬懷 也是打得下下轎 所以可以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今天打到這個呢 會是一個非常暴力的一個流派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裝備的部分喔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技能的一個搭配喔 那還有裝備 那我覺得還有套裝 套裝的部分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使用的套裝呢 是這個夏巴斯 OK這個夏巴斯的這個12連擊喔 它主要會讓你的主要攻擊傷害呢 可以提供到15% 哇這個就是你打割裂的時候整個傷害提高 而且這個東西可以跟割裂有搭成一個很好的效果 我們看一下割裂的效果 割裂的效果的話 是你造成的傷害喔 恢復傷害的15%的生命值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主要攻擊傷害夠高的話 其實你回血也會回的夠快喔 所以呢 夏巴斯絕對會是這個流派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攻擊 那你在打PVE的時候呢 也可以搭配這個啦 就是苦修者之士 它可以讓你的旋風轉呢 也是變得非常的猛喔 所以你可以搭配這個 好那最後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一個技能有的效果喔 所以呢 我的衝刺的話就是基本的衝刺喔 那在這狂暴衝鋒的話呢 就是有絕情猛攻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這個效果的話 就是你今天去打別人的時候呢 可以讓他擊飛喔 剛剛有提到 那狂戰之怒的話 我現在有三個效果喔 第一個的話是我的副手 我可以讓我的暴擊機率提高 喔 我的暴擊機率提高 持續6秒 那這個的話就不會是加攻速喔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斟酌喔 可以斟酌使用 那再來就是我的肩胛骨喔 來自15%的一個縮短它的速度喔 它可以更快的我再次施放 不過目前體感用起來覺得15%的一個加成呢 其實不多喔 所以感覺還好喔 感覺還好 那再來就是 呃 來自頭部的話是驅散你的空長效果 那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頭部的 呃 裝備的話我會蠻推薦那個 增加你狂戰的時間30% 哇 會非常的猛 那我現在也有用咒服啦 咒服的話就是我只要開狂戰之怒 我的傷害會再加2% 好 那旋風斬的話呢 就是我現在是搭一個 就是把敵人拉近 那這是來自我的身軀 那當然之後如果我打到那個身軀 是可以用這個狂暴中風加10%攻擊的話 我可能會換 那我就會完全走一個 純體系的一個割裂 OK 純體系的一個割裂 所以這個流派呢 目前用起來的體感喔 我是覺得爽度真的是滿分啦 在PVP的戰場呢 不再是 哦 野蠻人可能只是衝進去馬上就GG 因為原野的話也是要搭配這個不滅怒火啦 那不滅怒火的話 你要打PVP可以把旋風斬替換掉 哦那這個的話 他的擊殺率也很高 但是呢要小心就是 你不滅之火開的時候呢 你要看一下你附近有幾個人喔 如果你今天在打PVP的時候 附近有一次有三四個 或四五個玩家的話 那呃 如果就算你秒掉一個人 血有回過來 但是其他人持續對你輸出 你還是很容易GG喔 所以呢 我覺得他是一個滿好玩的流派 如果你們有什麼樣的建議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討論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一個這個流派喔 狂怒割血流喔 的一個技能搭配 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我的一個寶石吧 那我的寶石呢 其實跟之前的話差異不大喔 那我主要就是用這個藍雪玉石 那再來二星的寶石是用力量與耗力喔 那我覺得他在開技能喔 或主攻都達到一個很好的提升效果 那狂戰士之眼我覺得這是各職業必備的啦 加傷害太多了喔 加傷害太多了 那還有一個是巧技珠寶 不過我覺得巧技珠寶在這邊的話 就可能如果你今天要完全走一個割裂流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合適 那可能可以換成卡亞生的鼓舞 如果你今天要是通常是一星寶石的話 可能可以換卡亞生的鼓舞 他可以增加你的攻速 讓你打人更快喔 那如果說你今天還是有搭配旋風斬的話 那巧技珠寶絕對會是一個滿好用的一隻寶石喔 那五星寶石另外也是陰杰之主啦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 你可能可以替換成戰鬥護衛喔 那個二星的寶石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也是滿適合這個流派的一個寶石喔 是我們的一星寶石喔 所以無刻的玩家呢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叫做無窮折磨 無窮折磨的效果呢 是你的暴擊會讓敵人產生痛苦的效果 那每秒都會造成固定的一個傷害 持續六秒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只要每一個人有受這個效果影響 會讓你的攻擊速度提高 我覺得這個寶石呢 是可以替換掉巧技珠寶喔 另外它也可以替換掉陰杰之助 我覺得也是OK的 喔它也是OK的 另外就是我最後一個寶石啦 我覺得就是我是裝這個熱切尖牙 那我覺得像剛才提到的那個無窮折磨呢 也是可以替換掉這個熱切尖牙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正要屬於這個流派的寶石 我個人會推薦喔 前面這三顆完全OK 可能再搭一個凱爾森的鼓舞 那這個的話可能可以搭配我剛提到的那個無窮折磨 那再來的還欠缺一顆寶石的話 我覺得可以搭配的就是五星的這個鳳凰魚鏡喔 那如果你今天都是五星寶石的玩家 那當然就是其他的五星寶石有很多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的話 我覺得就是陰杰之助呢 你還可以去做替換的寶石喔 可能可以試試看二星的閃電之河 它應該也是不錯 或是戰鬥護衛 可以讓你比較坦一點點OK 讓你比較坦一點點 而且這幾顆呢 我覺得都是蠻適合這個流派的喔 那喬姬連珠稍微就比較沒有那麼合適了 好那以上的話 大概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啦 那不知道你們目前在使用野蠻人呢 都是使用怎麼樣的一個流派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討論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很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點擊超級感謝 給我一點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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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